天花板不斷滴出惡臭污水 周圍滿地積水 員工忙著搬開貨 還忍不住大叫 不錯 有員工甚至將為保護衣物 進去角樓清潔, 避免中頭獎 沙基灣這間電器店角樓 幾個月前開始 天花板突然滲出臭味污水 而且又石屎摩洛, 還整地碎石 令業主吳小姐都叫虎連天 第五月的時候修補過 這裡有綠色的 但修補完之後, 因為樓上浸水 一直出現裂痕 那天滲水的情況是怎樣 好像下雨一樣 滲水下來是啡色的 浸過腳眼, 而且又有味道 整間屋很臭 污水那裡因為有刺紙、衛生巾 塞住了, 令那條喉不通 倒灌回樓上的單位 各樓是倉庫, 擺放不少電器貨品 但這次事件 令幾十件貨全部報銷 很多電器都浸了 最少有四、五十個電器浸過水 就算有些不是浸到水 紙盒也是濕了 很難賣出去 現在還是統計當中 實質的數字還未有 因為一直在浸水 我們看到部份的電器紙箱 都已經浸到爛了 而其餘都要用透明膠紙遮擋住 以防繼續有滲水問題 造成更多的損失 裝修師傅李先生一直協助業主 處理各樓滲水問題 而李先生每次出動 都會嚴振以待穿好雨衣 每次進來的房間 都會穿一件雨衣嗎 以防萬一的… 不知道是… 應該是湖泊的水 這些都裂掉了 隨時會有水滷浪 這裡應該也有水 用來拍一下 很多水 雨淋瀑布 就知道整個天氣可以漏水 這個租客的電器全都浸爛了 我評估到有三十多件電器 天花板哪裡有滲漏 李先生就在哪裡裝去水盆 不過這些都是自標不自本的方法 之後業主又問我 怎樣去防止漏水 我說沒有,要等上面做防漏 我們下面才可以做維修 現在最省錢的方法 就是裝一些冷氣機托水盆 而且也要百多元一個 找個師傅來也要… 最便宜的找個師傅也要八百元 做了很多次,做完又做,做完又做 各樓倉庫臭氣昏天 就連地鋪生意都是一落千丈 有些客人進來店鋪 覺得樣子好像很嚴糊 因為我們自己在做 都聞到有嚴重的臭味 其實也發現很多類似蚊蟲的物體 令店鋪的生意很受影響 其實貨品有些客人訂了貨 準備好下來拿,又拿不到 也讓我們被客人罵 究竟為什麼各樓天花板滲出污水 我們請來驗樓師到場進行測試 最高濕度的,99.9 基本上我每個位置都是99.9 所以整個天花基本上都濕透了 本身這些樓板上其實都有鋼筋 如果長期滲水的話 會導致鋼筋容易生瘦膨脹 導致容易碎屎剝落 甚至碎屎爆裂 鋼筋斷裂的情況之下 最嚴重的,不排除 可能會有天花倒塌的情況 之後,賴先生再做個阿蒙尼亞測試 結果顯示水的煤公性 有兩毫克的尿液成分 就是說天花板滲出來的 明顯是污水 我們再去天井位置看過 發現公用雨水渠竟然排出污水 還看到大量百譜和廁紙這麼奇怪 賴先生再檢查公用沙井 後定位置其實有兩個沙井 包括左邊一個污水井 右邊一個雨水井 打開兩個沙井之後 左邊有很多刺紙 但這是正常的 因為污水本身衝刺,可能有很多紙巾 但我發現雨水井上 其實也有很多紙巾 不排除可能有人非法改裝 包括將污水渠駁到雨水渠 在大廈外場 我們看到一樓有疑似僭建物 而雨水渠 原本是直落到公用沙井 但喉館離期出現分支 疑似有人將污水渠 初五接駁到雨水渠所致 電器店業主吳小姐 懷疑事件是跟隔離鋪 同樣是賣電器的店舖有關 樓上是隔離鋪的倉庫 為了自己面積大一點 遷建了小部分單位 因為喉管阻礙它 它就駁過喉管 讓自己的位置方便一點 然後我們六月份的時候 找屋宇署來做個測試 它就說是隔離將樓上一樓的污水渠 駁了雨水渠 令到引致這樣 隔離鋪他們說不關他們的事 他們就不會做任何補救的措施 有大廈走上一樓 就是隔離電器店的倉庫 看到環保署貼了告示 要求進入單位 檢查有否排出污水情況 另一張告示就指 屋宇署想調查單位 有沒有僭建物 不過在一樓倉庫裡 早前曾經出現過渡官情況 一樓那天滲水 它是從大門出水沿著樓梯 一直污水下來 令街坊, 尤其樓上的老人家上樓 非常困難 因為樓梯很濕 而且我們大廈沒有升降機 他們每天要上樓梯 每天他們都會走隔離鋪 罵他們, 搞成這樣 究竟是否因為隔離鋪的一樓倉庫 擅自改裝後管 而導致樓下不少者電器店各樓 無辜遭殃呢 我們嘗試找隔離電器店的業主 了解事件 你們是否把排污渠駁到雨水渠 你說這裡鋪還是哪裡 你們樓上是否有一個倉庫 樓上倉庫有多少樓 一樓 現在不方便說 不是, 一樓你們是否有潛建 隔離電器店業主梁先生 其後承認自己的倉庫有潛建物 他又指將雨水渠錯誤駁去排污渠 是上手業主遺留下來的問題 最後, 經東章西望介入之後 兩間電器店的業主都願意作出溝通 如果接下來可以隔離電器店, 我也希望做好 甚至乎接下來屋宇署有命令 我跟他的命令去修改, 也沒問題 那天屋宇署也有說過 污水喉駁到雨水喉, 令雨水喉塞了 不是 那就要將它還原 我肯做… 後來經我們多番遊說下 隔離電器店業主也肯開門 讓我們進去他一樓的倉庫 裡面竟然有意外發現 我發現原本是露天平台的位置 有些扣建物在這裡 發現那條公口斷開了 我相信之前有人鋸斷了 導致大廈的公用污水 積存在整個平台上 甚至經過一個地台的雨水渠 本身是排走 但是因為雨水渠也有淤濕 所以整個平台有積水的情況 導致下大雨的時候 就有倒灌的情況 令整個平台浸泡了之後 水漏了在下層單位 加上隔離舖一樓倉庫的 地台防水層 懷疑因為潛艷而破損 令平台污水甚至樓下各樓 不過現在有什麼方法 可以暫時解決問題呢 我建議馬上做一個分流 用一些軟喉把公用的污水渠 直接排到公用的沙井上排走 防止地台多有些屎水積存在地上 影響環境衛生 另外重新需要打通 以及公用的渠管 包括雨水渠和污水渠 亦將兩條渠分開 至於屋宇柱就回覆我們指 發現一樓其中一條公用污水渠管 被錯駁至公用雨水渠管 隨即要求有關業主進行所需糾正工程 並向有關業主發出勸喻信 敦促其盡快安排所需的糾正工程 但一樓業主仍未糾正錯駁排水渠管的問題 儲方於9月7日根據建築物條例 向有關業主發出渠務修緝令 要求在指定時限內糾正欠妥情況 希望隔壁店業主盡快解決滲水問題 還原排污渠 讓吳小姐以後不用再擔驚受怕